印象深刻的课程 首先是健康经济学 大家可能听起来好像没有听过 那其实他就是在 针对健康产业的供给需求做 经济学的研究 那他主要是会应用在医药市场运作的探讨 然后健保支付制度的致力 好 然后还有就是 他其实在药界还蛮需要的 就是所谓我刚刚提到的 在新药申请前需要做一个 市场调查 Market Assets的部分 这还蛮需要就是健康经济学的背景 好 举例来说呢 其实我们健康经济学有一堂课 就是在讲 Stick around the world 就是在探讨 美国 英国 瑞士 德国 台湾跟日本 这六大 六大地区啊 他们的 健保制 他们的健保制度 那从他的制定 为什么制定 那他们人民需要什么 他们的民情这边做一个探讨 是其实还蛮有用的一个课程 嗯 好 那就是还有一本课叫医院规划与设计 其实就是在跟大家讲 怎么盖医院 那医院盖医院跟平常盖房子 当然不一样 就是他有其特殊的法规啦 然后还有因为 可能手术室的 不同 用途不同 他的 用的材料 然后他的医院的配置跟规划 都会有所不同 那当初最一开始是从我们的 坊间开始画平面图 然后再到 实地去探讨 去参访 医院 然后去 讨论说 这个设计的不错 这有待改善 这样子 再来就是要讲说关于实习这件事情了 这是为什么 我这么一直 执着要跟大家讲说实习这件事情 这么重要 好 这是实习的重要跟意义啊 这其实你 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进入一间公司 那 大家对你的包容性都是很高的 那其实坦白说现在的 就业环境对于新鲜的人并不是这么的友善啦 老板都会希望你说 你毕业应该都学好了吧 这一切都要stand by 好 而且在人才培育跟投资这一块 因为现在的 就业环境其实 大家不会说 就永远一辈子都在一间公司 所以 投资员工的 报酬率其实也是可想而知 所以其实在 学生实习就去做实习啊 你可以 以一个 学生身份去学习 然后大家会很愿意跟你讲你要做什么 重点是 你可以借由实习 然后去了解说整个 就业环境是不是你喜欢的 你可以接受的 所以其实我有个还蛮成功的学姐 他就会去各个企业实习 不同领域 然后他最后就是 选择了他自己喜欢的公司 好 实习大概要分哪几种呢 其实就有分短期实习 长期实习 跟课间实习 短期实习的部分 就是大概分布在函数 大概一到三个月左右 那长期实习就像我现在这个年度的一个实习 还有课间实习 大概 公司都会要求你要在 2.5个完整工作天出现在公司 好 那我当初到底是怎么 去接触实习这一块呢 就其实我去参加蛮多场就业博览会 然后去104人力银行 的网站啊 去看有什么实习的职缺 然后还有就是粉丝专业只要输入实习 大学生找实习 新创产业实习 就有各种各式各样的 粉丝专业出现提供你实习的 资讯 那再来就是 有企业官网 你就可以直接 直接投理欲过去 就直接投下去 然后再打电话过去 争取你的实习机会 那 还有就是老师的推荐 老师人脉的推荐 然后还有就是你的亲朋好友 可能有些在哪边服务 可以引荐你 去接触实习这一块 好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当初实习的选择 还有我的规划是什么 其实 我有我自己的理由 好 就是这三大条件 好 就是第1个就是我希望它是外商药厂 因为就于 就于一个医管系来说 它的出路如果是药厂 其实 目前是我们还蛮向往的一个区块 那为什么一定要外商呢 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可能 是我的概念里面就会觉得 外商相对于其他的 台厂 比较 我对于这个要有更有 品质的信任以外呢 外商比较愿意投资 人才 或其他的 他的培训课程 嗯 然后 他以往后如果真的很幸运的 就像我现在拿offer 那往后的升迁机会比较广泛 嗯 好 那再来就是为什么不要大药厂 嗯 我其实 其实有一些大企业实习 非常光鲜亮丽 为什么我当初 放弃 其实有收到这样的实习机会 不过为什么要放弃大药厂 来选择 台湾蒙地 那其实也不是说台湾蒙地不大 我现在的实习公司大概是70到80位员工 嗯 那他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 我不要大药厂的原因是因为 我很怕我去大药厂就被锁在 某一个部门 像我其他同学如果在大药厂实习的啊 就会直接被 假如说他在行销部门 那他就可能只了解行销部门实际的营运状态 就算我知道整个公司的架构配置 但我还是不知道其他的 部门是怎么去营运的 我觉得这就可惜了 嗯所以其实我在台湾蒙地 嗯实习的时候 我是可以每一个部门都去做一个了解 然后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我也可以在旁边旁听 所以其实我对于每一个部门都还蛮熟悉的 嗯 然后最后是一个我任性又霸道的期待 是我希望整间公司只有我一个实习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觉得这样子所有的教学资源 就会放在我身上 而且我个人很排斥恶性竞争 与其这样不如我自己一个人多认真多努力 所以我希望全公司的关 关注点都在我身上 嗯 好 然后再来就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身的实习经验分享 嗯 就是其实我 现在目前在做业务 业务 我不是做业务 目前在做的工作内容呢 是在做listing 所谓listing呢 就是在 新药要进入医院之前都需要经过药室委员会的审核 嗯 那在这个审核之前都需要准备一些行政的表单 那全 目前全台湾 然后我们公司所有的产品 都是由我 当初是由我一个人来负责 那目前有多一位同仁来协助 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工作量 其实还蛮大的 而且当初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必须 他其实是一个 了解公司产品最夸的管道 但我必须了解他的 假如说药理作用啦 他的 试应证啊还有其他相关的药物的法规 其实 做这个工作可以让我很 快速的了解各部门 然后统筹各部门 然后去请求协助 然后来完成我这个listing的动作 那其实 必须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大药厂已经不会有 比较少有listing这个机会 因为其实大家大药厂都已经就定位了 所以已经不太会有一些新药申请的部分 嗯所以其实我还蛮幸运在一个 在台湾蒙蒂这样子一个中型的一个公司 然后我的学习机会就比较广泛 而且因为 他 呃 就是因为是中 中型的 所以其实 大家就是 除了关系很紧密 然后大家其实 气氛很良好 那学习的机会也很多 其实我还蛮庆幸我当初是选择 这样一个规模的公司 而且他其实 哦他其实是 呃 刚成立三年 然后卖的药品主要是 马啡 鸦片类 还有一些管制药 那如果是以市面上可以贩售的 大概就是优点 必达定系列的产品 我们是优点的 原开发厂 嗯 那当我 将listing这一部分呢 做得很完善以后 我如果我会尽力把它做到好 然后 多余的时间我就会去 呃跟各部门 请教跟学习 像是RA法部门 然后HR 人资 像我目前也有在负责一个 请假的管理 然后还有CRA 就是所谓临床试验专员 隶属于medical部门 就是医学部门 嗯 还有marketing 就是行销 市场分析 然后sales 嗯 就是往后我可能会往sales这边 累积我的经验 然后再跳往其他部门 做发展 我觉得因为履历其实是代表自己的一个东西嘛 那其实在你不管是秋学啊 就业 大家对你的定义一下 可能还没看到你本人的时候就是履历 是你的 就是第一认识的初次印象 那就算说我可能比较适合面试 那你也还是得让人家至少能接受你的履历 让人家来邀请你去面试 这样子才有一个机会 嗯 那我在做这个履历的时候啊 我其实就是秉持着我缺什么就补什么 然后我就会定期更新我的履历 发现 有少什么 或是 怎么做可以更完善 去累积我的 全方位履历 形成为 你 就完整了 来